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一开始先讲一个与香港有关的消息 就是关于特朗普的将会为那些大公司 如果将那些资金赚了的钱 repatriate 回去美国 就会得到一次过的减税 这个措施是会对很多公司将资金 尤其是赚了钱的资金 把在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低税率的国家 将会令到香港由资金外流的情况出现 当然到目前为止 美国还未公布细节出来 但我觉得如果大公司来说 就不会等细节出来 起码都会将一些资金运出 所以我们知道 除了中国大陆资金外流这个问题之外 现在似乎轮到香港 小心点 尤其是港股、香港的投资 那些 好了 今天继续和你们讲讲那个美金 昨天和你们讲的美汇指数 在技术性分析图表那里 去到99.43 到现在我讲这个节目的时候 都仍在水位之上 刚刚看到是99.7 所以似乎已经三分四次跌到这个位子 反弹 但你们不要觉得这样就没有机会 会穿破这个位子 因为始终今个礼拜 是一个政治挂税的一个礼拜 大家看到 昨天我和你们说 就是那个美金一折一折地下来 但也都一折一折地有反弹 所以到现在都破不了99.43 到底用口去说 会不会就降低了美金呢 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所讲的事情 市场仍然是听的 但是以长远来看 这个方法都不是一个方法 就未必可以有功效 所以中长线来看 我仍然是看美金升的 因为根本上所有的基本分析 这个fundamental 完全没有改变 好像美国的经济情况 所有的数据出来都是好的 就业的也是好的 特朗普出来说 那个货币政策 尤其是基建和减税 现在都未有细节出来 当细节慢慢出来的时候 美金又会升 最大的原因就是 在其他的国家 好像欧洲、英国、甚至日本 还有很多问题会出来 待会我慢慢会说 他们的问题 是现在已经来的了 所以如果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 就会令到美金就会好 所以到目前为止 中长线仍然看好美金 OK 跟着呢 就刚才都说 就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欧洲 如果你们不觉得厌 我想市场也有些厌 就是这个希腊 但他的问题又是卷土重来 他应该在今年7月左右 那些钱又要还钱 还钱给欧盟 又要还钱给IMF 肯定还不到 没有了 不用说 究竟这个债 会怎样去谈判 听说 因为欧洲接下来 有三个国家是大选的 法国、荷兰、德国 所以欧盟就希望 会和欧欧谈判妥当先 才到这个选举 所以 听说那个日子是2月20日 其实还有两个礼拜 这个希腊的债务危机 又蚀回来了 肯定是会影响到欧元 欧元最近不是强势 但一直都在1.07之上 但1.08 3分4次也有阻力 我不排除今周 在政治挂税底下 欧元还有机会再向上走 分分钟还会升破1.08 但我觉得 如果见到1.08、50至75左右 可以考虑税少欧罗兑美元 英国方面 脱欧问题 亦在今周刹断 上星期 自从高等法院 说一定要经过国会之后 上星期已经在下议院 顺利通过了 但还有上议院 应该是今周刹断 但听说上议院 空月来风 有消息 属于Theresa May 党的Toris 有27个议员 准备会 在那裡 被难提 是Theresa May 所以在那里来说 不管中规是否能够 但肯定使得市场有不明朗 不明朗就是孤英镑 过去两个星期 美金一路向下走 虽然不是向下走很多 但得益的不是英镑 而是其他货币 即是在美元弱势的时候 也升不到 如果美元是慢慢回升的时候 英镑一定会向下走 还有日本方面 今周 特朗普会见日本首相 Chin Chow Arby 一直在说话 听说 中国方面 已经有人出来说 叫美国不要做价俩 去搞主权倒的问题 不要说太多 但美国和中国的争拗 已经可以拉开战盲 会不会一路浪到过去货币战争 跟着就是贸易战争 跟着就是会不会真是战争 大家都不知道 今周 有几件事是比较要留意的 第一就是 今天周 澳洲和新西兰都是以息的 澳洲自从去年8月 那次的利息去到1.5%之后 到现在都没有移动 如果看它的通胀来说 仍然是在目标2.3%之下 看来没有什么机会会加息 不用说了 而且就算是商品价格 已经由底线回升 应该是会令到它的通胀上升 但这个暂时来说 我想它都不会有什么动 它们周二就会以息 应该是这个视频出来之后 它就开始以息 到周三就到新西兰议息 看来新西兰也不会对利率有什么变动 但是上周我们开吓的澳洲对新西兰的盘 现在我说它已经由1.05-20几 跌回来1.04-70几 我觉得可以买些少 然后等它回升上1.05-50 这是一个目标来的 另外今周要留意 除了澳洲和新西兰之外 中国是会在周五出贸易数据 看来就不会太好 尤其是一月份有很多年关的问题 所以会令到数据有一个季度的效果 跟着 这个周五 这个周五 还有就是那个 刚才说了 特朗普要认识Ebby 这个日本这个 跟着就是加拿大 又会出那个就业数据 是这几件事要留意 但全部大部分都是跟政治有关 所以今周我会建议 在澳洲对新西兰 看到一零五几 我希望你们已经吃了糊 然后在一零四五零到七五之间 就可以再买回 目标是一零五零到七五 因为美国和日本两个见面 一定有很多东西说出来 因为刚刚上星期 特朗普才在骂日本、中国、欧洲 操控回率 所以这件事 日本最怕的 怕了美国 会否影响到美元对日元 我想今周肯定会有 各位小心点 有一个商品 今周很值得介绍买 就是黄金 如果黄金是看到 1200到12110 可以考虑入一点 现在已经去到1223 今天已经起飞了 留意这几件事